42. 冰假的真帝 2015年7月27日富康世紀D.04世紀 牽航黃鳳不知何事,冰假由原本學生的小優 變成不同行業全力進攻,爭取營業額的黃金時段 觸發此感的是有人在俄羅斯用WhatsApp傳來女兒 參加暑假下令營的相片、跳舞、營火回、集體遊戲 每張孩子臉上都充滿了陽光和燦爛的笑容 她說:「今年暑假,決定帶兩個女兒參觀博物館和古堡 一家人環計劃到森林宿營,兩個小孩負責採摘蘑菇 見果和野梅,感受田園風味和不同地方的風土人情 回望香港,不少家長為子女在暑假選擇不同的興趣班外 亦為他們報讀升幼稚園、中學、大學的特訓班 一些機構亦舉辦各式各樣的運動會和音樂、繪畫等比賽 有比賽參加者是8000人,得獎者也高達2000人 一些比賽甚至標明參加者可獲發幼稚園推薦信 主辦者聲稱活動可以增強兒童自信 當然,由參加比賽的報名費 以至得獎後獎座的收費以至行政費 以時可觀數字和收入 為了進一步了解其他地方的孩子怎樣過暑假 找到身在日本東京的友人茶探 她說:「除了一些環境較富裕的家庭,日本人會將即將升讀中學的子女送到Juku 學習俗、補習班外,一般日本孩子的暑期活動視探望組父母 觀光和在家做數量不算多的暑期作業 內容包括每天在家記錄種植牽牛花或太陽花的生長 製作圖藝、繪畫、患有自選課題研究項目 相比起香港不少中診或以上的家庭 安排似乎較簡單順迫 花費也沒那麼多 再問問法國朋友 她說:「兒子從六歲到十二歲,每年暑假都到鄰近當地的英國皇家屬 地根西段是一個英國人家庭寄宿幾個星期 學習英語,而那家人的英國孩子就會到諾曼帝 跟他的父母住一段時間 學習法文,而只離開父母到陌生環境生活的感覺並不好受 現而那幾年的暑假卻為他日後的英語打下良好的基礎 學懂自立,還讓他了解到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 回想自己的童年 初中而能獲批准與同學出家已經是一大突破 如要留宿陌生家庭簡直是天荒夜談 最難忘懷的是中午那年 自動請英道電子廠做人生中第一次暑期工 深深體會到賺錢的勞苦和責任 自此每年暑假直到大學畢業 都找找新工作 除可增點外快之餘 也可原愛麗斯般看看千奇百怪的商業世界 早點為人生下一階段作好準備 香港人工時長,無暇照顧子女 有擔心他們荒廢時間 唯有以錢搭救,自己直見到不得了 仍然全力以赴 為子女在暑假報讀更多興趣班 把教導子女的縱任外判級坊間的教育機構 亦造就了解市場的蓬勃發展和興旺 然而究竟在小孩心目中最難忘和有意義的暑假 是五花百門的課程 還是與父母和兄弟姐妹共處的溫情點的 早上上班看不到穿著後服的學生穿梭街道上 交通活那麼繁忙便知道暑假已小小到來 深想的是希望各家庭在旁大暑假市場的推廣中 能清楚考慮暑假的真低,珍惜學習機會之餘 亦不忘共處時刻的重要,令孩子們留下真正的快樂回憶 問黃鳳消費者委員會總幹事